设成2002 OK 这样就打开了这样的一个 Workbio窗口 ZG 各个界面成员的识别名称 它是要以空格或者换行 进行一个分割 在这个破窗口当中 单击shade按钮 单击shade按钮 会弹出这样的一个 serious list 对手框 在list of ordinary and poor serious 输入框中 输入观察变量的名称 ci ci 这个分别代表消费和收入 在对于这个pool对象来说 序列名称必须得加一个问号 作为一个站位服务 设定完成之后点击OK 这样就会出现了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按钮 然后在这个这个窗口当中 用户呢可以通过edit 然后对这个数据进行输入 比如说 这个是5203 这就输入 输完成之后 输完成之后 这就完成了一个pool对象 一个pool对象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 还可以采用这种 直接用面板数据类型的工作文件 建立一个 之前我们也讲过这个 还是file new workfile 然后呢在这选择一个balanced panel 这就是面板数据的一个 一个界面 一个界面 我们呢 在这个地方输入 输入我们的起 起始时间 然后这个地方输入我们的结束时间 也就是把时间维度定义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用来定义我们的这个截面成员的数量 用来定义截面 成员的数量 然后定义完成之后呢 点击OK 这样呢也建立了一个 面板数据的一个组织 以上的我们讲述的是这个面板数据的 面板数据要怎么样的 去构建 怎么样组织 一个面板数据 包括这个po对象建立 以及通过 Wall file New work file 然后呢这个面板数据 这样的命令 来组建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 对于面板数据来说 怎么样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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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的这个估计方法啊 他就分为这一个 这个就是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那么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到底有哪种更好呢 里面有用的一个豪斯曼检验 豪斯曼检验 那么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怎么样使用这个随机效应模型 来对面板数据进行一个估计 那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 已经建好的 已经建好的po传口当中 已经建好的po传口当中 这个是已经测算过的结果 在没有 没有在到这个结果之前 它是一个个的序列啊 就跟我们刚才那个结果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有一个produce 这是选择一个estimate 一个命令 这样就打开了这个pool estimation 这样一个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呢 就是 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它的一个主要的设定窗户 这对话框呢 有这么几个选项组 这么几个选项组 这个 regressed and AR terms 这个用于指定面板数据模型的解释变量 它包括三个输入框 分别用不同的变量 设定模型的估计 其中输入的训练名 背后必须 加一个这个 文号作为站位符 common co-invisions 这个输入框当中输入的变量 对所有的 all all的个体的解面成员具有相同的系数 由于变结极模型 这个 cross section specific 这个输入框 输入的变量对每个 解面成员具有不同的系数 用于个体的变系数模型 period specific 这个输入框当中输入的变量 对不同的时期 具有不同的系数 这个是用于时刻变系数模型 再来回顾一下 变结极模型 个体变系数模型 时刻变系数模型 estimation method 这个呢 是说 说的是 这个用于设定面板数据估计的估计形式 和 估计模型估计的权重 它包括 cross section period 和位置 三个小的列表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用于设定个体效应 模型的估计形式 now是不存在 fixed 就是固定效应 random 就是随机效应 这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要随机效应 来进行做 period 下列表 用于设定时刻效应的估计形式 这个呢 跟那个是完全相同的 完全相同 然后 我们这个estimation setting选项组 这个是用于设定估计方法和样本的范围 这提供了两种 一个是这种 最小的乘法 还有两阶段 2sls sample sample的用于输入估计的样品的范围 如果选择这个 就表明使用平衡面的输入进行估计 如果某一个时期的观测值 对任何一个界面成员如果缺失的话 那么该时期的观测值将全部的 被exclude 就被排除掉 dependent variable 再说一下这个输入框 这个输入框 就是设定模型的 被解释变量 用户只要把被解释变量 比如p 输入即可 同样的 得用一个问号 作为一个占位服 占位服 那么我们在这输入p 在这里边输入dm pp ebrit 然后呢 在这个 random里面 选择一个 选择这个 cross section里面 选择random选项 random选项 单击确定 这样就全身着我们 使用 使用 固定 使用随机效应估计出的一个模型的节目 那么我们 再来说一下 如何 如何进行这个 Houseman检验 Houseman检验 Houseman test 选择点 这个按钮之后呢 就会出现了这个 Houseman检验的这个一个一个结果 这是Houseman检验的结果 那是什么意思 显著的 拒绝的 拒绝的原假设 如果是在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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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的概率相比 这个显著的水平 甚至0.0.1也可以 显著的拒绝的原假设 那么 原假设什么呢 原假设 就是 固定效应模型 你随机效应模型 不存在系统差异的原假设 那么呢 我们应该是 再建立一个固定效应模型 也就是固定 效应模型 对于这个 按理来说 可能是更加有效的 那么如何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同样的 给刚才这个 还是estimate 在这里 只不过 只不过在这个地方 选择fixed fixed 选择了fixed 这样就采用的是 固定效应 一个估计 单击确定以后 就会得到 固定效应模型的 估计的结果 估计的结果 这个呢就是固定效应的 这个系数估计值 以及背后的 后面的这个 估计结果 上面呢是这各个系数的 系数值 各个变量的系数值 标准物 系统计量 和 伴随概率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DM DM 资产负债率 DM PPA 还有这些 啊 这些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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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